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聊一聊 鋰電池 這種是18650 18650是指它的長寬跟圓周 這個也是18650 你看尺寸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要注意看喔 底都是平的,腹脊都是平的 然後它的正脊 有沒有看到 它一個比較寬 然後是平頭 一個比較窄、小 但是是凸的 一般這種是比較適合用於再加工 像 行動電源 這個是已經拆開的 然後 行動電源就是因為它靠併聯 增加它的容量 所以 它這裡面 都有一個孽片 孽片 貼在上面這邊 然後用點焊機點它 每一顆每一顆每一顆 並連起來 創造它的大容量 所以寬頭的這種 比較屬於是 再加工方便 然後像這一種 這一種 這一種多半都是 買東西附的 比如說你買那種 小電風扇 或者說 那種小的NP3播放器 如果它是 那種拆解式電池的話 是18650的話 它多半都是附這一種 因為它這個 怎麼講 因為不是很多電器 一般電器就是底部 是彈簧 去撐住它 但是它的前面 豆瓣都 沒辦法做到 不是做那種凸一點的 所以 它凸起來的話 它的接觸面會比較好 懂我講的意思嗎 因為它的平面 然後加上 那個 熱縮套 所以變成它有點凹進去 如果你是平面的話 正極是平面的話 它是碰不到 所以這種是 它比較算 可以適應多種電器使用 但是這不適合加工 因為它沒辦法去 沒有那麼大的面積去焊接 所以說 這種多半就是 可以算是成品 然後這就是 給人家再加工用的 然後離電池還有分 你看像這個 這個也是離電池 但是它就小很多 它這跟一般的 3號乾電池很像 然後甚至還有這種 跟18650一樣寬 但是比3號電池還要短 像這種多半都是相機 或者一些比較 特殊的手電筒在使用 然後 甚至還有類似這一種 這種叫 我們都統稱為軟包 軟包電池 像手機裡面 手機平板幾乎都是軟包電池 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 做出各式各樣的形狀 它只要不超出它的安全規範 它可以做出很薄 但是很大一片 或者說 筆子還要小 但是很厚 都可以 像前一陣子不是那個 三星有一次手機 會自然 就是因為它的電池 設計到太極限 導致它裡面內層會 不小心會折到 導致它自己 產生那個 內部的反應 就燒起來 所以說 軟包電池 我自己的感覺 軟包電池 也是比較危險 因為 它不像18650這種 外殼是金屬的 你稍微不小心煎的東西 戳到一下 只要沒有太大力 穿進去 它都不會有危險 但是軟包電池 如果你煎的東西 戳進去 隨便戳就進去了 然後它就很容易 裡面在 在內部 化學的物質 產生反應 可能就燒起來 然後 而且中軟包電池 如果壽命到的話 或者說 過沖過放 它很容易骨包 會膨脹 基本上很少會弄 膨脹到 破掉 爆掉 但是我碰過 它就爆一聲 然後 你就聞到一個 很特殊的電池味道 聞過你應該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 然後今天 最主要的就是 要講 如果 18650這種電池 它裡面有一個保護裝置 它如果電壓太低 它會 進入一個類似 休眠狀態 就是 裝死的狀態 你拿電錶量它 你可能都量不到任何電壓 可能0.000級 它低到那種 你的電器 像那種小電風扇 它本身就有帶充電功能 就有那種USB插頭的充電功能 它可能會導致那種充電板 沒有辦法去認到裡面有電池 所以你怎麼裝 它都不會充電 因為 那個充電器它認不到 它有電池在裡面 因為現在很多充電器 就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網路上教學很多 甚至有的還有說 要去買 專用那個 比較特殊一點的充電器 然後 其實是不用 像還有教學說 要剪什麼電線 要剪 然後做什麼 轉接頭 做什麼東西 我自己在弄室都不用 然後 你必須注意的是 如果你兩顆 都是這種平頭的話 你可能要在這邊 放一個小的金屬物品 那兩個平頭 能夠接觸到 因為你平的 接平的 它中間一個空隙 根本沒有辦法碰到 所以就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 這一點是比較注意的 如果兩個都是平頭 你要自己想辦法 讓兩個頭 能夠接觸到正極 好 我們現在講 這顆是 20個 就進入 休眠狀態的 我們就正極 然後準備一顆好的 充保電的 1860 正極對正極 頂住 它是不是這樣就倒通了 但是 後面的話 我們找一顆電線 也不用太長 你就足夠繞過來 然後 兩頭 的電線皮 撥一撥 這邊 捏住 讓它接觸到 然後另外一邊 這樣子 碰住 碰個兩三秒 放掉 碰個兩三秒 放掉 碰個兩三秒 放掉 讓它的電流 能夠 很瞬間的 去 衝擊它 讓它的保護板 這個不是很正確的說法 但是這個是可行的 就是讓它的保護板 那個保護裝置 跳掉 回到正常的狀態下 讓電進去 當你的 你這樣子碰觸的過程中 或多少 幫它充點電 當它的保護板 恢復到正常以後 然後它的電壓 上到一個 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趕快放進去 你原本的裝置裡面 譬如說MP3 你的是MP3播放器 或者說 你是那種 小型的電風扇 趕快放進去充電 多半都能充 都可以恢復到 能充的狀態 因為很多那種 小電器 像電風扇 下電的時候很熱 我們在吹 沒有電了 我們都知道要充電 但是當冬天來的時候 可能就丟在那邊 然後可能 因為它會自放電 或者說 你已經用到快沒電了 你也不知道 就沒有充 然後一個冬天過後 它就進入加持狀態 所以說 類似這種電池 因為18650好的一顆 18650好的一顆 18650好的一顆 也不便宜 尤其那種A123 那種動力電池 那更貴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手邊有這種電池的話 很新 但是怎麼充不進去 你不要擔心 你先 就是照我的方法 拿一顆 好的 重保電的 正極對正極 頂住 握住它 然後拿一根電線 嗯 電錶的線也可以 因為電錶兩頭 都已經是金屬的 就一頭捏住 讓它這邊 可以接觸到 然後另外一邊 就去點它 點個 接觸個一兩秒 兩三秒 放掉 這樣兩三次 讓這顆有電的電 瞬間的去衝擊它的那個 保護板 讓它的那個 保護裝置跳掉 恢復到正常 讓電稍微 能夠 讓它的電壓能夠 拉上來 你再趕快裝回去你的 裝置上面 就小鐵風扇 或者MP3 波放機 什麼都可以 然後趕快充電 多半都能救回來 像這種也可以 其實這種也可以 這也是這樣 一樣的道理 你譬如說 這樣子好了 假設是這樣子 負極 裝在 就負極嘛 然後正極 就放在正極 但是前提是 你要確定這顆是好的 它沒有骨包 沒有 沒有 就正常就對了 如果你 你骨包什麼 雖然就算能充 但是 因為它殼的壽命已經差不多了 你充它就沒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就 像這樣子 捏住 然後正極下去 碰它 碰個兩下 碰一下 放 碰一下放 然後趕快去充電 多半價都救得回來 假設電池 它是正常 還OK 夠新的狀態下 多半都救得回來 好 今天 理念池的介紹 跟 最簡單的方式 將 進入休眠狀態 也就是俗稱 二死狀態的18650 如何把它叫起床 叫它起床 繼續工作 就到這邊了 好 謝謝